現在四方報銷量還好 開始不好啦 因為你要走的關係 因為手機越來越好了 我覺得時代過去了 七年前六七年前 我覺得對我來說 我覺得我每發一次刊 我都是非常急迫的要發的 我急著想讓這些外勞趕快拿到 因為他們在等這份東西 我們接過電話 就是因為我們是透過郵局送出去的 那有的就會漏送 郵差白白走很辛苦 有的像那個演海角七號那一個 大家就記不記得 因為那時候已經四方報在八 我看到那一棟我就 就是他們害你 因為他在談戀愛 所以那個郵件都放在家裡沒有寄出去 那時候我們的讀者也會打來給我 說為什麼你把我忘記 為什麼沒有寄給我 有一個讀者打來 他每次都打來 他出淡學 我猜這邊的郵差也不是很認知 常常都收不到 他就打來 他說 他們叫我月文明 你又把我忘記了 我想說我幹嘛特別忘記寄給你 這樣我還要再補記一次 因為他沒有收到 我們就會再補記一次 因為一份才二十塊嘛 你要查也沒辦法查 然後那個讀者就說 你知道嗎 每個月我在等你們的報紙 就這樣等 就像小孩子在等媽媽出去買東西 可是一直都不回來 所以這小孩子 就是人家等得很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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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了就其實也很難過 所以我也不能一直去送 所以我們後來才想辦法上便利商店 所以我承受不了這麼緊密的 這麼親密的關係 就是我們在便利商店也有 所以你就自己偷偷花五分鐘跑去買 二十塊錢你把他買回家 那因為的確也有一些家庭 是不讓外老的外伴看他的門禮看 我就會勃勃或者老公或者僱主 覺得你看一個我看不懂 他會把他收走 那他們可能有他們個人家庭的關係不管 那對我來說 就是提供一個更容易拿到的 所以當年是這樣 現在的確我覺得 資本報道還是一定有存在的必要 就是這樣的紙本刊物 就像報紙 就是紙本還是有存在的必要 可是也許他的需求不像當年 好這麼這麼這麼權威啦 我跟那個誰 霍宜君在聊 我們現在他們打輸都是在Facebook上打輸 他自己都是在Facebook上打輸 在報紙連附啊 忠實人機人和副刊 打輸就小小的 或者打大大的也沒用 沒什麼反應 因為大家都不看報紙 看的人變少 可是報紙當然還是有一個權威 紙本還是有一個權威的位置 那我 我會當 繼續當四方報的志工 支持我的同事 把四方報維持下去 比如說 越南報是唯一的 泰國報和柬埔寨報都是台灣唯一的 那種花最少的成分 像台灣有這樣一份 有這樣一份刊物 印尼菲律賓其實 我本來覺得收了沒關係 因為台灣已經有很多印尼菲律賓的刊物 你們可能 各位可能不知道 可是我們自己知道 那個是鴻海 印尼的刊物大概已經快20分了 給印尼刊物好 可是 當然不像我們做的 我們是比較接近教育或社員 他們那個就是 你打開都是廣告 賣東西 賣衣服、賣手機 賣那個 像PT Home的那種 女生賣洋裝 然後我們去比價其實比較貴 可是因為他們 他們賣的比較貴 比我們在台灣人在網路上買 那種女生的 那種199、299那種皮膚比較貴 是他們要通過的入館方法 所以 我剛剛講的 平面我們還會撐 能撐多久都撐多久 那 反正也申請錢 也申請補助 還是叫阿拉瓜 那我自己 就是 剛剛前面講 很多青年之養 來休息 那需要一個新玩具 我現在的新玩具就是 像 那 包括剛剛阿拉拍的 嗨 我們在唱死嗎 就是每個禮拜 大概每兩個禮拜 都會出一次外景 找一個外勞 外配聚集的店 或者一個區域 我們一開始 那個是考慮後果的 這樣子 台中一定會再去 家裕就 定營就比較好 或者找一個 約拿德本店 然後請跟老闆娘講好 請她 哪一天哪個時段 把姐妹們統統找完 那民雄跟樂區也沒有 就找來 我們就來錄 錄大概錄兩三個小時 在日本的廠牌 那 我覺得這個很有趣 這個 這個也是 應該台灣的 電視時尚 說不定是世界電視時尚都沒有 這麼沒有品質的節目 我們只要做的時候 那個幾個拍 他們是拍紀錄片 然後就說不行 這個他沒有質感 這樣子 那個 找一個 一邊是當導播的朋友 我們通常都是出外景 大概是錄十個小時 播一個小時 我說我沒有錢 我們一毛錢都沒有 我們錄十個小時 就要播九個小時 都沒什麼好剪的啊 這好笑的 現在折中 我們大概錄兩個小時 播一個小時 左右啦 還在還在串 所以會有很多粗糙的地方 可是就是要搶快 可是對我來說就是 電視上 多早 誰是最早有這個東西 就是有 有一個開頭之後 也許最後之後就 那哈林他們組織那個 每次叫人家寄歌詞 我都不懂那什麼意思 也許他可以開個十分鐘 讓外老是唱歌 我覺得那個對 那個不是對他們好而已 對我們也好 表示我們台灣人真的是夠寬容的 夠視野 不是偏 不是斜視 一天到晚就朝西方看 我們也可以朝南方看一下 那個是到我們變好 一個初衷 我的初衷是到台灣變好 你知道嗎 我走這個方向 他走那個 這個東西也很像 不過他還是比較厲害 好 等一下 我剛才回來到這裡 謝謝 你還在研究可憐 你還在研究可憐 沒有 那你講 這個 這個 很好用 好 還有沒有 現在有 我 不是 以前 新加坡他們 列進去 裡面 列出什麼地方 來 他媽媽說他 這樣 出什麼 喔 那 那 新加坡 韓國人的國人 你穿歷是怎麼穿的 呃 我不敢說有沒有 不過我沒有問到 我是不是一直有在問 有沒有人像我們這樣 我覺得那個對台灣 那個是台灣的好處 就是 有沒有人像 比如韓國 新加坡有沒有 比如韓國好 有沒有韓國人出來辦刊物 越南澳門 我沒問到 我沒問到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沒有人 那 我覺得那個是 那個不是我厲害 而且尤其不是我發明的 是我老闆發明的 我只是覺得這個東西很棒 那 他其實真的條件 他的條件是台灣可以隨時發行 台灣現在是先賢先烈打下來這個場子 我們印刷發東西是 隨時都可以發 沒有不需要什麼登記字號 因為這個概念 我跟大陸那邊的朋友也講 跟 馬來西亞 跟 越南澳門朋友都講 紙本發行 對他們來說 那個是 要有政府審查的 字號 所以也許他們那邊也有人想到這個方式 可是 不是像我們這樣 就隨便邊邊就發出去 那 我覺得這個是台灣 我覺得這個 不要臉的說 我覺得這才台灣之光 那是台灣 一直從前打下這個基礎 然後到我們剛好 我覺得我非常 運氣非常非常好 抓到這個機會 我去學粵文的時候 還沒有這個報告 我只是繞跑去學粵文 然後繞跑 學完回來之後 然後我們老闆說做這個 我覺得好 那表示我們台灣人是願意照顧 這些意向 韓國其實我不指望 韓國 韓國 韓國每年打死都好 越南新娘 韓國 就是 現在 不知道還是 應該我猜還是 韓國就是大家看韓劇 韓劇可能不準 就韓國的 可是這可能是我的刻板印象 就是他們 因為他們來的是非常的強悍 就是大家性格都很高烈 那韓國是以政府的力量 在幫他們的農村男性解決的 韓國的女生一樣不要再留韓國男生 就幫他們解決這個 這個傳統接代婚配的問題 那他們打起來都是 動不動就斷個熱門 然後動不動就 直的去 直的去韓國恒惹回民怨 那台灣人比起來其實溫順的多 你看台灣那個你看 什麼 台東那個 搞死一個越南配偶 還把火車弄出鬼才把他搞死 那麼大被周章弄死一個 那韓國就直接又打 打到死 那個幾個月就有一個地方去 所以 我覺得他們的這個部分 我大概是很不理會 可是他們政府是 他們是來學台灣的 因為台灣走在韓國前面 台灣的取外配是走在韓國前面 包括去韓國的外勞也要學韓文 要經過考試 所以你韓文夠好才可以來韓國打工 那你韓文夠好的時候 你就比較不會 不管是不會被欺負 或者你工作就會比較順利 我覺得那個才是對的 台灣 台灣可能是比較縱容資本家 或者被僱主比較好 可是你需要你就趕快講來 所以我們問到的這些來台灣打工的 有的就學講不算中文 或者他學了一個月國語 之後來這邊照顧一個講台語打罵 所以說的就白搭 所以才會有很多很多問題 那其實這一段應該是可以讓他做得更細節 那我們上次訪問張龍志 他說他不同意 後來他講完我覺得這樣是對的 不會不同意 就是一個大工廠 我要請1000個外勞 1000個越南外勞 這邊工作 我不是說我有宿舍 宿舍算夠大 我付薪水給他 按時付薪水給他就OK了 因為這1000個不是機器 1000個是人 1000個人到了這個地方 會不會周圍造成什麼影響 那這1000個人的十一住行之外 還有娛樂 他們是人他們要看電影啊 你不能都強迫他看台灣 你不能 所以這個東西應該才是 如果台灣要繼續審核這些外勞的進出的話 應該把這個蠟進去 不能說你這個場很大會創造什麼 就會機會 我們就民族引進外勞 甚至要弄那個 那個叫什麼 自由貿易權特殊區域 你應該至少在人權的立場上 這一千個 一萬個 現在44萬 45萬個東南洋外勞在台灣 他們有沒有被當作人對待 那 我覺得那個考驗是考驗我們 我們可以不管他們當作人對待 他們其實 我們這種 那種移民移工團體力量非常小 抗議都沒有用 可是那個傷害的是我們自己 那我們開始變得越來越殘忍 我們的下一代會知道 既然就是外勞啊 你可以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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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那個對我們也是不好 那其他國沒有 我目前不知道 美國很多東南亞的 很多各國的看護 常常去加州 可是到底是誰辦的 我看不確定 華人的話一定是華人辦 華人就要辦報紙 華人到哪裡都辦報紙 去美國也辦 去歐洲也辦 那 有沒有美國人辦報紙給華人辦 可能不需要 因為華人會先辦 是 越南也不是 越南 我知道歐洲有幾分越南的報紙 那個是越南的僑民旅辦 那 有沒有人像台灣人 像我們那麼無聊 辦給外國人看 目前沒看嗎 看 日本我看過有一個台灣人 不過那是台灣人旅辦 台灣的僑民在那邊辦個僑節辦 我覺得對我來說 資方報是一個僑的台灣的這個基礎 然後世信大學是一個傳播科系請假的 然後 那時候我們歷史以來 因為我們社長 他有這個點 然後他也剛好 撿到說我會一點點越南文 所以才有膽子難看 那時候想說 我在新聞界的資歷也沒有多高 也沒有多久 可是我在台灣新聞界的越南文程度 應該是數一數二 雖然我才會四個月的程度而已 對 可是就 就是 就辦 大家就 就看到那個需求 不過這點絕對不是新聞 社長他當年在 1970 1960在美國 他在那邊當教授 就在那邊辦過類似的 類似的 就是那種小 可能是印刷什麼 中文加英文加西班牙文 他們做那個唐人街的 華人街的那種通訊卡 只是規模可能不可以想 那後來四方報辦 就是 也就是一個月刊的規模 那後來我在想 我這次要辭職 我就 其實另外一方面也鼓勵大家 我去 比如去基大 去交大 跟他們台的時候 就說 我們 有沒有真的需要一個 全台灣性的四方報 也許不需要 結果在幫我自己弄退路 就是 不要留我 就是要辭職 可是我的建議是 比如像 近南大學 或者嘉義 或者胡偉 一個小區域 做一個小型的區域報紙 社區報 那 如果做教報紙會虧錢 就是大家分頭虧一點 不要集中到四方報虧 就撐得很累 那 對 比如像 胡偉科大 裡面有越南學生 周圍有越南黑 有越南澳東 其實大家就可以組織一個小型的區域 你們要藍字畫文嗎 我現在有五個 我希望各地有 所以四方報變遍地開發 那 我也一直不希望大家覺得四方報就是我一個人 而且 明明就不是我發明的 我只是follow李老闆 那 所以我也 就希望可以順利的離開 去做做電視畫 後面幾集我有上去當主持了 那我覺得 我們那個 我們的 我找來的那幾位 都是我們的電影 其實他們很緊張 上電視 就覺得 我這個 化妝 然後那一個片頭錄十次 像你們剛剛看到那一段 就這樣 那個走了至少十次 結尾也走十次 後來我覺得實在不行 到大概五六集之後 我就 我們雙主持 他就講 講一講 就 從來我講錯了 然後就麥克風講 我不要重來 為什麼我重來 我開始就哈哈哈哈講 然後就是 就比較 隨性的講 因為台灣其實是流行這樣子 你說那個那個 時尚玩家那個 當然他們功力比較高 所以他們聽說是 一級十萬塊 一個人 我們就 我覺得我要先 先讓他出來 先讓這個節目 讓久了 到時候有誰看不下去 你看不下去 你就出點錢 那我就 我就願意 我就願意重錄一次 那我們省著做 大家說 就很 也運氣得很好 那個攝影團隊也是標籤的 至少前十集都是標籤的 後來其實 大家 他們開始覺得受不了 所以現在開始 比較積極的 去找錢 因為他們也是要 過活 我的主持人 也希望 會給他們一點 車馬費 與這個同學 會一般 這是 好 對 謝謝 謝謝 發得 發生 交給